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幫大家試駕的是我身後的這台PGO TIGUA 250 在我剛進這個汽車媒體這個產業的時候 大概在第二年左右吧 我就自己買了人生的第一部摩托車 那時候選的就是TIGUA 150 我後來買了車 所以我就只好把摩托車給賣了 近期啊因為這個用車的需求變少 所以呢我又回到了通勤族 每天搭車上下班 其實這樣搭久了我開始也在想 我是不是可以購入一台黃牌 也就是說可以上快速道路 擁有路權的重型機車 等著等著這台TIGUA 250 它就推出了 其實它蠻有趣的 因為在剛開始它出來的時候呢 它是以TIGUA 200的姿態喔 你現在看到這個外觀 它就是TIGUA 200的造型 最大外觀的改變就是 有這個風景 因為之前的200是沒有這個風景的設計的 那在其他配備的部分呢 它一樣採用的是LED的頭燈 然後還有日行燈組 再加上這個遠燈近燈其實都是有ED的 那在輪圈的部分呢 前後都是13寸的圈胎配置 至於在自動系統的部分呢 前後都是採用疊殺的設計 而且前面是對向四火塞 後面是對向雙火塞 那當然像這樣的車型一定會有ABS 架起來 好 TIGUA 250呢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它的車重 其實它在黃牌級距裡面算輕的 因為它總車重就是159公斤喔 它的車長呢 200公分 那它的車高呢 是128公分 對於我這個身高172公分的人來說呢 我剛剛有試了一下 如果我們在車架架起來的情況喔 其實我還踮得到地板 甚至於 我把車放下來之後 大家可以看我的坐姿 我如果坐前面一點 我的雙腳是可以著地的 那我如果往後坐一些 其實我的腳尖還是碰得到 所以 在整個騎姿來講 它是一部非常輕鬆的車款 那這台車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呢 其實是它有前面的這個置物空間 雖然不是到最大 在同級裡面還有比它再大一些的 但對於我平常要 這個試車 常常有時候要載行李箱 我的設備攝影箱來說的話 這空間剛剛好我放得下 以這個級距 或是說你說黃牌級距來說 能夠擁有這樣空間的車子其實不多 大家看得到的車款 可能就像光陽的G-DINK 然後再來就是最近剛推出來的 還有宏佳騰的STR 以及我們今天試的這個T-GUA 250 那其他的車型呢 像MAXIMA 或者是說像YAMAHA系列的 甚至像Suzuki的Burgerman 他們其實中間都有個龍骨 那對於像如果平常要再載一些東西來說 其實會相對的比較不方便 所以有這個置物空間 在這樣子的通勤用的黃牌車款上面 我覺得非常棒 好那我們再來打開車廂 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我認為T-GUA 250 上面的一個小小的硬傷 因為它雖然坐墊看起來還蠻長的 內部空間看起來還蠻大的 可是它的深度不太夠 他們其實也沒有特別說它有多少的空間容量 那我們自己實際測的話 我自己帶的那種全罩 也不是那種很特別的全罩 其實是放不下去的 但四分之三安全帽是OK的 然後如果你真的需要放比較大頂的話 可以考慮啦 就是購車之後去裝個架子 然後去裝個箱子 你就可以在後面放你的安全帽了 好那最後來看到車尾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裡 黃色的它的這個避震器彈簧 它其實是一個水平六連桿式的懸吊 所以呢騎起來坐起來 我是覺得都還蠻舒服的啦 那其實在PGO他們推出這款車的時候呢 就有跟大家講了 它在前兩百台的車主會贈送一個系統叫做 ESS緊急煞車警示的輔助系統 那功能就是當你緊重拉煞車 緊急煞車的時候 你的雙燈燈會亮起來 這樣子的話 對於這個後面來車會有一個警示的作用 這個是在前兩百台的車主會是送給你的 那至於之後呢 它也是可以選配 所以如果你購買這個TIGUA250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把這個東西選起來 因為在我們常在騎快速道路的時候呢 這個有這個配備呢 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幫助的 好這個影片的最後呢 我又來到了一個熟悉的地方 你看身旁的加菲貓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是在哪裡了 對這個是新據點 因為之前我們以前的影片都是在舊普大 對 然後這個溫載軍大拆遷之後 我們現在搬到更棒的點 在思源路口 有 背後就是直接就是捷運站 捷運A3站 所以這樣來到這邊上課應該更方便 更方便啦 所以趕快趕快 大家都可以來找我報名 沒錯 其實我們今天來這裡的目的 當然也是身旁的這台TIGUA250 其實之前在發表會的時候 那時候你有跟大家在現場有分享了一下 你自己騎乘的一些感受 那在經過了這麼長一段時間之後 我聽說你好像還有在自己再多騎了一下 對 那應該對這個車很有感覺吧 對 我總共騎了三四次有 然後快速道路 山路 平路 四驅我全部都跑進去 因為當時接到說要當青山大使 要來講一下這車 那以我的個性就是我一定要把車摸透了 有缺點我們要講缺點 有優點也要講優點 所以我當時跑了非常多的環境 那我們先講缺點好了 先講缺點 這個會不會太硬 還好 我們先講缺點好了 你自己覺得它有什麼比較需要改進的地方 因為這台車它原本設定為快速道路上可以使用 所以以前的車它沒有考慮到快速道路 所以它的懸吊可以稍微舒適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它為了快速道路上 這個高速巡航後 它的穩定性 所以懸吊是比較硬一點點 我覺得啦 可是當然也有 我看有些車評說什麼偏軟 但我覺得我感覺的是 它的彈簧的棒速感覺是偏硬的 所以它在快速道路上是很舒服 你感覺上龍頭車子循跡性很好 那到平路呢 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遇到坑洞的時候它是反應比較激烈 講到這個 我其實自己在騎的時候 有一個感覺是 可能是台灣的快速道路路面是真的也不是很好的 我們開車的時候沒感覺 可是騎車的時候就很有感的是 我自己的感受是我的前輪的部分 就是我在騎乘的時候 車把手它反饋給我的震動是相對比較明顯的 所以騎完以後有時候還會覺得手稍微累一點 這是不是其實就是你剛剛說的懸吊比較硬 懸吊比較硬 然後還有你的姿勢可能不夠放鬆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騎在小車上快速道路會比較容易緊張 因為它比較沒有大車的這個包覆感 所以自己緊張緊張手把就抓緊了 可是其實你多騎幾趟後你就會放鬆 我自己第一次也是一樣 第一次騎是緊張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這個包覆性沒有像我們以前油箱可以夾著 然後或者是像大洋前面有很大的一個風鏡去擋 對可是其實習慣一下之後你會發現 這就是小車在快速道路上的感覺 但那個感覺是來自心裡 並不是車子本身 你那個安全感克服之後就好了 那動力呢 動力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們在快速道路上 時速80、90的巡航 那轉速大概在7000轉不到 所以它後面還有4、5000轉可以用 那所以代表說你不需要全油門 不用一直轉這樣子 對 那可是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固定住半油門就可以維持在法定速限裡面 那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然後我去跑林口陡坡 那林口陡坡像青山路這些比較陡的地方 其實也都不用到全油門 所以其實它動力我是覺得是足夠的 因為我自己在快速道路上面也是 大概就是我油門維持著它的車速就是一直可以穩定的提供 對 而且甚至我如果真的要再加速再超車其實都很輕鬆 是啊 是啊 所以整體來講這個騎乘起來的感覺 覺得可能是缺點的地方大概就是懸吊稍微硬一些 對 但其他的地方都還不錯 其他地方還不錯 外觀的話 有些人說有點太流線了 可是我覺得看久的話其實就覺得 蠻好看的 這種休旅車小型休旅車以這樣的方式 感覺都還不錯 應該有這個樣子 對 因為在大台一點才會變得比較戰鬥的話 是啊 接下來我們就要再來問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最近又開始重新接觸這個重機的部分 對 那慢慢的又開始進入到一些疑惑的地方 就是我們到底可不可以鑽車縫 OK 那你問我就對了 對 因為我是法規老師 我就在想這個問題 所以我才來找你 OK 這個 如果啊 所有的車流 汽車 它是也在運行 然後你跟著一起跑 這就叫鑽車縫 這種鑽車縫就不行 但如果說 停了紅綠燈的 所有的車流都停止了 那你去做繞行 這個是可以的 對 所以你如果說 停紅綠燈的 前面的車已經都塞成一團 都一直線 然後大家都確定是停著 那你的重機的移動 那是可以 在法規上是可以 曾經有一個判例 也是因為這樣不服取締 所以去請法院申判 最後法院判其次是申訴 對 所以 可以就這樣 可以的 但就是要確定是完全 像例如說前面是紅燈 對 那我們把車子往前移動 因為減少說可能我們去 會讓車子越排越多 或者是什麼問題 是啊 所以這樣是OK的 是OK的 再來一個就是 停車的問題 OK 因為其實 我自己啦 有發現像以我來講 我如果真的上下班的時候 我公司可以停 我家裡可以停 可是我真的如果要去到一個 其他地方的時候 是 例如說 像我前陣子我去了那個 量販店 對 結果我傻傻的 我騎進了 汽車的停車場 對 但是因為他的車牌便是在前面 是 我沒辦法停 那這樣情況下 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如果是以一般的 民營的 私人的停車場 就是他們自由新增 那覺得你 你這個大小是白牌車一樣 你要他讓你取卡進去 這都是可以的 但你要注意的是 法定停車格 你已經是黃牌了 你只能停汽車停車格 你不能停路邊的摩托車停車格 你會被開罰 對 所以你要注意公家單位 因為你要就是全部要停汽車 不過現在的法規 是容許啊 一個汽車停車格 停多台的重型機車 紅牌黃牌都一樣 對 所以你如果看到有一個 汽車停車格已經有一台摩托車了 你還是可以進去停 那沒有關係 分開的 他們會去開收費單 但是你不能去停 一般的摩托車格 那你一定會被罰 所以 希望未來停車的問題 可以更快的解決 沒錯 但其實說實在 我真的覺得像這樣子的黃牌車款 它明明就 跟 白牌的 可能排氣上大一點的 白牌的車型 差不多 那一般的停車格 真的應該要可以開放吧 這就是路權問題啊 那你也不能這樣講 Smart 連有一些 因為機車殘障停車格什麼大小 它可能都塞得進去 對 可是它還是一台汽車 它也不能去停 對 所以今天這個 它既然是兩輪 又掛了黃牌 它就必須照法規 不然你看 現在有一些四輪的車 做得很小台 對啦 所以我覺得就 這樣子 在立法上面 你會比較容易啊 除非 台灣我們把法規修改為 紅牌黃牌白牌 全部視同為 摩托車 那我們再來說 可是現在就是 它有特殊的管理方式 以法規來說 定了我們就去遵守 等修了再說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到這裡了 感謝家飛貓跟我們的分享 謝謝老師定 真的 我們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也不要忘記訂閱 家飛貓的頻道 家飛貓練車工廠 沒錯 那裡面有會分享一些 騎車的知識啊 還有一些 議題上的討論 沒錯 對 好 那想要學重機的話 要到哪裡 到我們的 新莊 板橋 以及台中三個據點 都有安駕行的駕訓班 讓大家好好學會騎車 沒錯 那我們就影片到這裡囉 下次再見 下次見 拜拜